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 相比其他国家 香港人的防疫仪式也算是比较高 因为出道街 都会看到大部分人会戴着口罩 不过,只是戴口罩是不足够的 新冠肺炎传染力惊人 主要透过飞没传染 口罩的确是我们第一度防线 但其实想避免受感染 保持卫生更重要 假设这位是戴菌者 如果他没有戴口罩 在这房间打了几下黑痴 而你在他一米范围内 那你受感染的机会就很高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戴到一个保护性强的口罩 那就有效阻挡到病毒 这也是口罩的作用 不过在现实之中 有戴菌者兜口兜面 向你打黑痴的机会又不算很高 而更大的机会是 即使这位戴菌者不在你面前打黑痴 但飞没已经留在桌面 手摸到的地方都会有菌 之后你进入这个空间 就算你戴了口罩 附近又没有其他人 你见到的这些地方 都会痴到病毒 接着不小心用手出眼 又或者用手进食 都会有机会戴到病菌入身体 所以勤洗手和清洁家居 和戴口罩都是一样重要的 美国国家环境局最近测试了 市面上二百多款的消毒用品 这些产品当中含有不同的成分 都可以消灭病毒 不过需要留意 有很多消毒成分 停留在物件表面的时间 最多只有十五分钟 即是平日就算每日清洁 都未必够 不过日本最近研发了一个新科技 经过日本京都的著名大学测试 发现对多种病毒的杀灭功效 达到99% 有效时间还长达一个月 还有清洁家居的时候 记得特别要注意一些高危的地方 像门病、水龙头、灯制、刺板等等 这些大家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到的地方 做好清洁和保持卫生 疫情自然就会很快减退 到这个地方 有这个地方 在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